救赎反派成功后 我为他留在书中 他十年如一日的温润深情 让我忘了他佛口舍心 薄情寡义的人设 大夜将成前 他榨干了我最后的价值 把我送往敌国 换回他的心坚怨 后来他跪遍神佛 生生气血 求我回魂 可复兴者 是该被千刀万挂的 眼前的路从 让我感到有些陌生 烛光下 他抿唇隐忍的模样 让我不禁想起 十年前我刚穿书过来时 第一次看到他时的情形 那时他被关在狗笼子里 脏兮兮的脸上 满是对这个世界的厌弃 不曾想到 再次见到他这副模样 是在我留书的第二年 今日傍晚 又从难得来陪我用晚膳 饭间他替我挑去鱼刺 吹冷热汤 跟从前一样 那时他还被关在冷宫 我偷偷去给他送饭 我要走时 他眼巴巴拉住我一脚 我实在不忍心 便陪他一起吃饭 夕阳下的小少年 眼睛亮晶晶 欣喜又虔诚的 帮我剔出菜里的每一块骨头 这两年 他当上摄政王后 政务繁忙 就不常来陪我一块用晚膳了 我理解他 渴望一不知谣的地位 并无怨言 但他今日来 我仍然雀跃 晚膳后 他没急着离去 而是在我房中披折子 按照惯例 陆从今晚会在我这睡 我特地早早焚香沐浴 换上新材的藕粉色沙衣 轻盈地晃到陆从跟前 陆从把我抱到他腿上 把头埋进了我颈窝 我伸手正想还住他 却听见他说 阿姐 沈太傅今日来求我了 他蹭着我的脖梗 声音闷闷 男蛮王抓了沈田 我想将他就回来 换取沈太傅的支持 听到沈田俩字时 我心间颤了颤 沈田是我所穿这本书里的女主 也是原书中 陆从爱而不得的心间月 穿书十年间 我害怕陆从再次为沈田封魔 一直竭力带他避开有沈田的剧情 这一世陆从从没接触过沈田 应该不会再冲动 我按捺下心慌 做出善解人意模样 沈太傅是天下大儒 受文人尊宠 拉拢他是应该的 明日一早 我便给贺川去信 让他领虎孝君 去往南蛮施压 并能让南蛮王放人 陆从再听到贺川二字时 谋涩转为深忧 神色隐忍 我这才想起他 每回听到贺川的名字 都会生问气 连忙打圆场 我把贺川当足弟看待 与你是不同的 他面色并未转好 反而敏唇 眉头皱得更深 我已有多年 未见他这模样 自我将他从冷宫中接触后 他在我面前 总是温润又深情的 正当我想再红几句时 他揉了揉眉心 南蛮王信中说 若我国出兵 他会立刻杀了沈田 陆从这话 勾起了我脑中一段剧情 作为川书局 详制反派 拯救计划项目组成员 这段情节 我早有了解 原书中 南蛮王要陆从 用他自己去换人 陆从像被突然想了志 孤身前去 重圈套而亡 这一世许多事都大有不同 陆从应当不会再去 可看他心事重重 我心中不禁咯噔了一下 声线微颤着 我试探开口 所以 你要亲自去南蛮交换沈田吗 陆从抬眸注视着我 缓缓摇头 阿姐 南蛮王要你去换 我不可置信抬头 你方才盛世说 你想就沈田 换取沈太傅的支持 你想送我去南蛮换沈田 这话问出来 我自己都觉得荒谬 怎么可能 眼前的人是陆从 我悉心呵护十年 送上摄政王之位的人 完成救赎任务后 我放弃回原来的世界 为他留书还不到两年 陆从瞧见我脸色发白 将我揽入怀中亲身安抚 我怎么舍得真把阿姐送去南蛮 只不过想请阿姐帮我演出戏罢了 他生生又哄着 只需去个两三天 我就派人接你回来 就当去游玩一趟 见我紧簇着眉头 他轻易地蹭着我的脖梗 像过去求我答应 永远留在他身边一样 阿姐是爱我的对吗 我心里堵得慌 陆从说得云淡风轻 倘若我不知道原书剧情 还真就被他给哄骗住了 南蛮就像只大瓮 去了就是送死的鳖 我不想去南蛮 做戏也不行 我盯着他的眼睛 想看清他是否还是当初的陆从 陆从目光闪烁了下 过了许久 又像什么都没说过一样 轻抚着我的长发 都是我不好 吓得阿姐了 没哄上几句 陆从便说 今夜还有政务要处理 匆忙离去 这是头一回 他半夜从我这里开 几日后的清晨 我被一阵嘈杂吵醒 清陶伺候洗漱时气鼓鼓的 娘娘让营州提前运来的银探 被内务府全数拨给了沈太妃 从前同为先帝嫔妃时 他便爱刁难您 王爷掌权后才好不容易消停 清陶越说越气 现今不过沈太妇受王爷器重了些 他竟敢来接您的东西 娘娘 不如让奴婢带人去教训教训他 我淡淡回他 随他去 王爷需要沈家的势力 咱们别添这份乱 清陶念了 可娘娘怎么办 眼瞅着就要入深秋了 娘娘腿骨受不得寒凉 我正欲开口安慰他 外边突然传来沈太妃拉长了的尖锐嗓音 王妹妹 日晒三杆了还没起那 没想到 我还能见到沈云张扬跋扈的模样 刚穿来那会儿 我为了接近陆从做任务 代替长姐进宫 给病重的先帝冲袭 成为宫中最年幼的妃子 先帝嫔妃今年长我许多 并未把我放在眼里 除了沈云 彼时卫泪似妃的他 像是在深宫中找到了难得的乐子 对我处处刁难 我的腿疾 便是为了掩护陆从 被他逮着把柄 刺了三十张打坏的 当时我的系统还没休眠 帮我屏蔽了痛觉 倒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这两年没了系统护身 一到阴寒天 腿骨便钻心的疼 夜夜难眠 陆从对沈云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再清楚不过 可他还是给了沈云药武扬威的底气 想到这我一口气堵在了嗓子眼 噎得慌 沈云游园似的 在我宫中逛了圈 嘖嘖撑起 晚妹妹好福气 先帝一驾崩 便绑上了先帝的右弟 照样把日子过得荣华富贵 我冷眼瞥她 毫无耐心 有屁快放 沈云不恼反哥哥直笑 晚妹妹愿去南蛮换我侄女儿 我特来谢谢你 要我说妹妹这命真是好 王后做了南蛮王后 又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不像我 得带到摄政王登帝 沈田做了皇后 才算熬出头 听到沈田做皇后时 我怒火丛生 抬起手想给她一巴掌 但一念极路从 如今需要沈太夫相助 我又不得不忍下这口气 可我也不能再被她欺压了去 我瞧沈云走路有些果 把视线移到了脚踝 不怀好意的笑道 那沈太妃可得保重身体 别等没熬出头 先丧了命 沈云煞事白了脸 反驳的话到了嘴边 也没敢说出口 只好愤愤甩袖离开 她还怕我 瞧她今日这副神奇药 我到她真忘了先帝驾崩后 我是如何将受的折磨讨回来的 不然她为何也需要我的淫探呢 沈云这趟耀武扬威 明摆着告诉我 陆从近日为了笼络天下文忍 对沈家人敬如座上宾 连在明寿宫给先帝送经的沈云都占了光 陆从这拉拢演得有些过头了 我得去提醒她 小心沈家人 原书中 沈氏一族都向着男主陆域 暗书中剧情 此时陆从并未像这一世般 成为架空少帝 只手遮天的摄政王 他紧掌握着部分兵权 暗地笼络了些朝城 即便如此 也是陆玉心中的一根刺 沈家为帮陆玉除掉这根刺 派沈田隐身涉险 与南蛮王达成交易 再请陆从入望 在南蛮将他围杀 不知为何 这一世去南蛮交换的人成了我 我猜陆从未保住我不被送去南蛮 定要与沈家人苦苦周旋 沈家便会借此 为陆从设个新的举 我得帮陆从 成名店的太监说 我听见了沈太傅的声音 他语气带着质疑 王爷 这皇后之位 许的是否过于轻巧了些 我不禁停下脚步 顾爱慕沈小姐多年 梦眉以求沈小姐 我惊诧地瞪圆了双眼 陆从这句和原书中 一模一样的表白 让 我瞬间如坠深渊 直觉告诉我这一切 只是陆从的假意安抚 可心底一阵阵涌出的慌乱和恐惧 只也止不住 沈太傅显然不信 可谓和陈廷说 王爷这些年 一直与婉太妃不清不楚 我秉息宁神 等他回答 两久 里边传出一声轻笑 做戏罢了 太傅真信姑会喜欢黄兄的妃子 陆从声调鄙夷 不过是看在河东赵氏的面子上 与他须与伪仪罢了 太傅以为 重播不需要花银子吗 沈太傅语气沉沉 王爷好算计 说爱慕小女 恐怕也是看我沈家有利可图吧 沈小姐不一样 透过门缝 我看见陆从取出一只木盒 从里面拿出几样物件 摆在暗机上 给沈太傅介绍 这是姑十二岁那年 花招会上 沈小姐替我擦去泥土的袖帕 这是十五岁中秋燕 沈小姐替我包扎时遗落的扇坠 这是十七岁宫中师会 沈小姐怕我答不出题 偷偷给我递的纸条 陆从说话时深情而又专注 和从前每一个与我对视的日夜 毫无二指 他突然叹气 太傅应当听说过 姑又时失手 打伤太子后 便被黄兄丢去冷宫 受尽屈辱 这些年 姑折服的漫漫长夜中 沈小姐是姑唯一的月光 陆从的话 像一道道雷在我脑洞炸开 将我定成了尊尼素 沈小姐 是唯一的月光 言之凿凿 情真意切 哪像是假意安抚 川叔那年 陆从十岁 如今 陆从二十岁 整整十年间 只有陆从说的这三回 我没有及时感到护住他 为此还懊恼过许久 到头来 就因为这三回 沈田成了他唯一的月光 真是 可笑 屋内沉寂了许久 沈太傅再次开口 沈斗胆 想看看王爷的诚意 陆从汉手 太傅但说无妨 王爷若按南蛮王信中要求 将婉太妃送去南蛮 换小女平安归来 沈愿为王爷干脑徒弟 陆从勾起唇角 语调轻松 此事简单 沈太傅跪下行李 沉浸后加音 我记不清 最后自己是如何回来的 一回宫 我便把自己关入屋中 不许任何人打搅 直至夜深 陆从推门而入 我不回话 他便自顾自的解释 今日与大臣一事意的久了些 吓唬你再来 提前让下人来报 我腾出空闲陪你 骗子 他是怎么把谎言讲得如此逼真的 我抬起头 想从他表情中察觉端倪 他写满深情的面容 在我脑海中 与上午提起沈田时的模样重合 没来由的 我问了他一句 阿从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 陆从笑的伸出手 揉我的头发 快了 我这些时日忙得脚不粘地 就是为了早日成事 只要登的地位 我们在冷宫升起一堆火 挨着彼此守岁 我问他 新年愿望是什么 他黑亮的同仁 硬着跳动的火苗 我想快些成人 还想与阿姐岁岁年年 钟声响起时 他闭上眼双手和时 其愿年岁如梭 宿地良缘 他说的隐晦 却还是被篝火烫红了脸 昔日为了能早日娶我 日日祈求年岁快快增长的缠绕少年 已经长成一角角青年 可惜从前只装着我的那双眼 如今已充满对权力的欲望 一直以来我都竭力支持他的事业 但今天我突然想任性一回 我故作轻松 你可以先娶我做王妃啊 陆从手中动作顿了顿 时机还未到 下意识的 我反问出试探的话语 怎样才算到时机呢 我还是没能忍住 我想知道陆从上午对沈太傅所言 到底是逢场作戏 还是真心实意 竹心晃动 陆从嘴唇起起合合 他每说一个字 我的心便往下沉一分 他说 阿姐去南蛮游玩几日 回来我们便成亲 好不好 几股寸寸结成冰 他来旅行 答应沈太傅的承诺了 许久 我听见自己笑着说 好啊 陆从整夜都很愉悦 向我许下更多诺言 次日陆从离开后 我叫来青桃 交给他一块手牌 今夜子时三刻 让李公公安排咱们出宫 顿了顿 我又强调 隐秘行事 切莫让摄政王知晓 我十分顺利地出了宫 清晨马车 驶出圣经城门时 青桃眼中的亮光藏不住 娘娘 咱们去哪 我想了想 去江南 算日子 咱们到江南时 已入冬了 等江南出雪时 咱们去看断桥残雪 娘娘 江南的雪 与圣经的雪 是不是不一样 我以前听嬷嬷说 江南的数一年四季 都是绿色的 白雪赴绿叶 想想都好美呀 青桃一路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说到高兴处 还会站起来跳两圈 被他这么一闹 我心中的阴郁 也消散了不少 穿梳十年 大部分时间 都被困在宫中 如今我也该缓下来 看看这个世界的 山川河流了 马车走了近两日后 我逐渐感觉到不对劲 去江南的路上 又会经过许多城市 而我的马车 走了快两日 都还处在荒郊 连村落都没见过 我问车夫怎么回事 车夫回话时 闭开了我的眼睛 比公公交代 让小的走小路 以免遇上王爷的追兵 我心中一沉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过了半个时辰 我找理由 带着青桃下了马车 带进入灌木丛 脱离马夫的视线后 我迅速拉起青桃的手 往反方向狂奔 直至我俩实在 跑不动才停下 四周荒芜人烟 我们走到天黑 都没见过半个人影 正打算找个 能躲避的岩洞 先休息一晚时 我突然听到 有阵阵马蹄声传来 有人来了 我与青桃欣喜地 在路边等着 却没想到 迎来了张熟席的面孔 火把硬照下 鹿丛坐于高马之上 他身后还跟着一辆 豪华马车和长长的兵马 路从跳下马 走到我跟前 摘去我发肩的枯枝 他神色极温柔 语气十分无奈 阿姐想出宫完 为何不叫上我 宫人来禀说 你不见识把我吓懵了 我这几日担忧得绝 都睡不着 瞧着荒娇野领的 你们两个女子 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怎么办 路从念到几句后 蹲下身将我背起 进马车后 将我放在软座上 他半跪在地上 将我沾满泥土的袖鞋脱下 一边替我揉脚一边道 阿姐想去哪玩 我陪你去 我冷冷看他 你不知道吗 路从微正 旋即笑道 我记得阿姐说过 想去江南听戏是不是 那咱们就去江南 是江南还是南蛮呢 摄政王 我咬着牙 加中了后面的称呼 路从手中动作一顿 我冷笑着问他 车夫是你安排的 我的行踪你一清二楚 怎的还会担忧的睡不着觉呢 摄政王使得一手好计谋 将计就计 把我往南蛮的方向送 正好省了你想别的法子 路从放开我的脚 垂眸遮住眼中一闪而过的慌乱 他无奈地叹了口长气 阿姐 做场戏给沈泰富看罢了 我斩定截铁 我说过了 我不去 路从甚至委屈了起来 以前在冷宫时 阿姐为了帮我 屡次不顾性命之忧 今次不过 只需阿姐帮着做出戏 阿姐怎就不愿意了呢 我张了张嘴 一瞬间竟无言以对 从前我不顾性命之忧 是因为还在做任务 我有系统死不了 但是现在 我就只是个普通人啊 况且 路从怎么能如此理直气壮 从前愿意 如今不愿意 反倒成我的错了 我尽力控制住怒火 好言好语跟他解释 阿从 坏人一世 绝没有明面上这么简单 我若真到了南蛮的地界 性命可就拿捏在他人手中了 路从坐到我身边 双手扶着我的肩膀 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不会有性命之忧 他迟疑了会 坦白道 此事是我与南蛮王合计的 沈太傅已有便捷之意 但又碍于颜面 我只得逼他一把 阿姐 你放心去 断不会有危险 他的话听得再合理不过 但细想一下 其中有漏洞 让沈太傅心甘情愿 投诚的手段有很多种 但路从偏偏选择了最迂回 风险最大的一种 一定要拿我去教 换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可怕念头 我瞬间起了层鸡皮疙瘩 四肢冰冷 鬼使神差的 我问道 路从 你与我说实话吧 送我去南蛮 究竟是为了什么 路从自嘲笑笑 果真什么都瞒不过阿姐 他背过身去看向车窗外 不知过了多久 他阴雅的嗓音响起 阿姐可知边境十四城的百姓 只知虎啸将军贺川 不知天子为谁 我正住 贺川从来都是为咱们的人啊 路从轻轻摇头 他只是向着阿姐罢了 阿姐 不是我贪贺川兵权 而是文武百官都在逼我啊 他们容不下一个手中 掌控百万大军的皇后 路从嗓音轻润 却如呼啸而来的海浪 将我卷入海底 话说到这份上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贺川知道我被送去南蛮 必然会带兵来救我 路从便能以善发兵的罪名 夺了贺川的兵权 甚至要了贺川的命 文武百官容不下 容不下的只有他路从罢了 我睁大双眼 竭力想从路从身上 看出从前那个少年的痕迹 可怎样都是徒劳 眼前的男人被利于熏了心 陌生的让人害怕 我无力挑了挑唇 费这么大劲 就是为了抽走我的底牌 阿姐你怎么不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扫清立你为后的阻碍啊 我冷笑连连 你这地位还没到手呢 后卫倒是许了不少人 这话应是戳中了路从心中不堪 他下来温和的面容 变得红一块白一块 通往找了个理由离去 车窗外一片漆黑 我不由担心起贺川来 初见贺川是六年前 他还是个小太监 被长势太监打得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 我动了侧隐心 花一片金叶子就吓他 工人说他是罪将之后 其父死后 他被送进宫当了太监 在先帝的默许下日日受尽欺凌 即便如此惨烈 他痊愈后依旧每日乐呵呵的 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 彼时我忙于任务 对于贺川并不上心 只是买通的几个长势公公 少去找他的不痛快 但我经常能与贺川吼欲 每回见面 他都笑得特别灿烂的向我打招呼 娘娘您吃好了吗 娘娘您睡得可好呀 娘娘逃出结果了 您吃桃子了吗 我有些无奈 却也觉得有趣 这几年除了陆从 身边结交的都是利益关系 只有这个小太监会 没心没肺向我问好 我没想到 有一日也会看到这个火炉一般 每日嘻嘻哈哈的少年 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甚至还把鼻涕蹭到了我的裙摆上 我以为他又被人欺负了 工人却告诉我没有 他那天偷偷跑去看王公贵族的骑射 去的时候很开心 回来却掉了一路眼泪 我把他叫来 问他 大将军的儿子 怎么能哭成那个样子呀 他绝嘴 我爹也爱在我羊跟前哭 可他为大业打回了十四座城池 我抬头看了看刺眼的太阳 问他 那你觉得太监之身 能上阵杀敌吗 他昂头 怎么不能 不过少了二两肉 有什么了不起 那你怕死吗 他头摇得像波浪鼓 我没再问话 让他回去了 当夜 小太监贺川 失足落井而亡 一个如火炉般的少年 远赴边疆 他没有让我失望 靠着履历其功 开疆阔土 四年时间 变成了大业战神 贺川尊称我一句娘娘 于是这几年 朝堂各方势力 只敢对我口诛笔伐 不敢动我分毫 往南蛮行驶的车马 越走越快 我没再理会过陆从 他也拾去 少来烦扰我 这日我正在用着午膳 陆从突然先连冲进马车 将几张保纸丢在我面前 看清纸上文字后 我心不断下沉 这是我这两日用各种法子 给贺川去的书信 陆从额上青筋抱起 双眼通红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强作镇定的喝口汤 不回应他 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汤碗 摔砸在地 汤汁混合着瓷片似箭 你说话呀 我垂着眼眸 有什么可说的 你不是瞧见了吗 我将你的计划告知了贺川 让他不要来难瞒救我 陆从怒瞪着我 握成拳的手倾斗 所以圣经的传言都是真的 你一直瞒着 我在与贺川苟且 我猛抬头 不可置信看向陆从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从来都把贺川当弟弟栽培 况且他之前在宫里的身份 你不最清楚吗 陆从愤怒到扭曲的面容 突然生出一抹诡异的笑来 我知道 贺川是阿姐救下的太监 在宫里任人折磨 猪狗不如 他呵呵发笑 伸手捏住我的手腕 往脸上贴 可阿姐不就喜欢这样的吗 我也是阿姐从狗笼子里救出来的呀 我看着眼前疯了般的男人 震惊地说出话来 陆从松开我的手腕 转而捏住我的下巴 低声发笑 阿姐手段了得 多威风啊 他看我的眼神中充满讽色 要不 我直接把皇位拿下送给阿姐吧 你闭嘴 我胸中木火熊熊燃烧 血液翻涌 既然你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那我也来问问你 你在成名殿见沈太夫那日 与沈太夫说了什么 还记得吗 顾爱慕沈小姐多年 梦寐以求 沈小姐是孤唯一的月光 还有木盒里的桩桩渐渐信物 看着陆从逐渐僵硬的面容 我勾起了唇角 我手中指掌凤印 你的后卫 你把我送去南蛮 真的是做戏吗 还是筹谋着 连我带贺川双双除掉后 便无人阻拦你 风风光光迎去沈田了 陆从慌忙摇头 他要开口辩解 却被我打断 还有皇位 陆从你好好想想 如果我要皇位 还轮得到你当摄政王 这十年 我为你做得装装渐渐 花掉了多少项金叶子 需要我拎出来细数给你听吗 慌 陆从摔了盏茶杯 打断了我的话 他低声嘶吼 不要再说了 待我安静下来后 他卸了力气 语调也恢复了往日般的温润 与沈泰副说的那些话 全是假的 我设局是为了让赫川交兵权不假 但我一会封他为国公 给他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他轻轻拉我的衣角 阿姐 我很难做 我只有把兵权掌握在手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才没有人敢阻拦我娶你 我这些拼命 仅仅是为了娶你 阿姐信我 我把衣角从他手中抽搐 背过了身 良久 陆从叹了口气 阿姐 给阿姐大爷史上最盛大的婚礼 这话呀 我耳朵都要听起简了 从前听陆从描绘这些 我心中总是甜蜜的 更会期许这一天早日到来 可现在陆从说这话 已经掀不起我心中任何波澜了 十年 我以为我攻略得很成功 他封射阵亡那天 拯救他的任务 进度条达到一百 系统欢呼雀跃着 终于可以回家时 我却选择了留在书里 系统劝了我许久 我都没有动摇 陆从十年如一日的温润深情 让我沉沦深陷 也让我忘了 他在书里本就是佛口舌心 薄情寡义的人设 这日争吵过后 陆从身体里的另一个 他被释放了出来 他对我依旧温柔至极 却将我软禁了起来 连青桃都被他支去别处 不得再靠近我 在我最近一次尝试送信失败后 陆从对我更加温柔了 每一顿饭 他都耐心细致地踢骨包皮 再将肉撕成碎条 一点一点地喂到我的口中 陆从对这个游戏兴致极高 恶此不疲 每天清晨 陆从会把我从床上抱起来 放到梳妆台前 给我梳头 苗妆 再给我一件件套上衣裙 做完这一切后 他又会把我放回床上躺着 而他则坐在床边拖着下巴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 他说 阿姐好乖 阿姐要是永远像现在这么乖就好了 更多的时候 他都在提问 阿姐都帮了我那么多了 为什么到灵门一脚的时候 反倒不愿意了呢 自从阿姐得知 要去南蛮 对我的态度就变了 明明我解释得很清楚了 为何还要生气 阿姐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问完他又沉默许久 发出阴瑟瑟的笑声 我爱 我总有办法让阿姐只喜欢我 可是我想 我没办法再喜欢陆从了 听外边士兵讨论 再过一日就到边境了 边境情况复杂 每走一段路便能遇到匪徒 陆从终于不再待在我的马车上 青桃被调回来了我身边伺候 一见我 青桃便扑到我踏前跪下 眼泪不停往下掉 娘娘 您受委屈了 外边都传 王爷要把娘娘送给南蛮王当妾 怎么办啊娘娘 他抹了好一会儿眼泪 突然下定决心道 娘娘 奴婢绝不会让您去南蛮的 傍晚时分 他从香柜底下翻出我藏着的 写给贺川的书信 他脱下鞋袜 小心翼翼地把书信藏于袜底 青桃想干什么 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制止他 可无论我怎么用力都是徒劳 只能征援看着他 转动眼珠 青桃朝我跪下 奴婢这条命是娘娘救的 多活十年已经是正了 若奴婢能活着回来 奴婢再陪娘娘去江南 看白雪付清夜 娘娘定要欢喜着长命百岁 说完 青桃郑重地朝我磕了个头 决绝地转身先连而出 不要 我惊慌极了 可无论我内心如何 哭着喊着求青桃不要去 快回来 我的身体都做不出一丝反应 只能被深深的无力与绝望淹没 万籁俱继的深夜 我恐慌不安 睁大眼对盯着马车顶 冰到烛火全部熄灭 泛白的光透过车窗 马车外终于传来了一些声响 我屏息 隐隐约约听到了陆从的声音 他问 那丫鬟可处理好了 下属答 回王爷 一万箭射杀 脑子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 变成一变空白 剧烈的哀痛 袭入胸腔 心脏似有千万把小刀在扎 痛及时 喉尖涌上一股心田 青桃有什么错呢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是不想 我被送去南蛮而已啊 他甚至到死都以为 那是我向贺川求救的书信 逃出宫那日 我对陆从和这段感情失望 想着我们 或许能好聚好散 一别两宽 从此他做他的帝王 我与青桃周游山水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 我会对这个曾拼了命保护 不顾一切去爱的人 产生拆骨蛋肉的恨 早知他温润的人皮下 是条吃人的毒蛇 我就该在十年前的冬天 一刀把他捅死在冷宫的狗笼子里 再听到陆从的声音 马车已在南蛮与大叶的交界处 或许是胜利再往 他看起来心情不错 陆从给我换上华服 抱上南蛮人派来的马车 阿姐 我安排了护卫与你一起去 到南蛮境内后 护卫会给你喂解药 他在我额上落下一吻 温生安抚我 阿姐默契了 回来咱们就成亲 乖乖的 我等你回来 南蛮人吹响了启程的号角 陆从摸了摸我的发际 转身跳下了马车 再也没回头 到南蛮王宫后 高呼 祖师护佑 祖师护佑啊 工人给随我来的护卫端来迎客酒 他们喝下没过多久 便全数倒地 只剩我一人站着 我生出强烈的不安 连连后退 很快 几个工人将我绑了起来 架上祭台 大神官在完成了一套 漫长的祭祀大典后 高呼一声 取神女血 敬献无王 听到神女二字 我顿时明白了原委 有修道者 常常会把穿输者 错认为天神 工人将银壶放在我的腕下 再用锋利的匕首 将我双腕划开一道口子 血成满银壶后 大神官虔诚地捧起 对着祭台上空高喊 第一中血献于无王 助无王飞升 引神女血 得到升天 这就是南蛮王点名道姓 要求我来的目的 可笑的是 路从还真相信南蛮王与他结盟共识 我压制住心中巨异 问神官 神官如此对我 就不怕大业领兵踏平南蛮吗 神官大笑 届时无王与陈鸣皆已飞升 还要这区区凡尘之地做肾 说吧 他又在我手腕 割下一道更深的口子 朝祭台下朗声道 神女慈悲 愿助我沉鸣飞升 祭台下我压压的一片人 高喊着神女慈悲 我心生绝望 却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等死 手腕上的伤口 反反复复被划开 身体里的血液慢慢流失 说来好笑 这就是路从再三保证的 不会有事啊 第二日晚 我被人挪到了一间宫殿 店妹堆着满满的古籍 大神官劈头散发 坐在一堆古籍中 手忙脚乱地翻越着 一日过去 南蛮王英士已经意识到 我的邪起不了任何作用 大神官把自己逼入了绝境 第三日清晨 大神官端了碗粥来喂我 可我连吞咽的力气都没有了 见我不吃 大神官笑了 神女还是吃一口吧 莫摇饿着肚子升天 见我毫无反应 大神官收了碗 也罢 神女怎会使用凡尘之物 她燃了许多香烛 开始摇铃做法 许久后 铃声终于停了 我艰难抬眸 看见大神官手上 握着把寒光闪烁的匕首 朝我走来 她拿着匕首在我心口 一边比划一边喃喃 神女的修为不够 血液之力不足以度众人非生 她像是魔症了 枯朽的一张脸 睁獰扭曲 阴雅的声音陡然尖锐 唯有一颗玲珑心 度我一人非生 吃下神女的玲珑心 我就能成仙 她想活泼我的心 我一阵战力 深深的无力感 伴随着绝望席卷而来 本能的 我用尽全身力气挣扎 可越挣扎 绳索绑得越紧 念完最后一句唱词后 大神官浑浊的眼睛中 蹦出金光 她高高举起匕首 用力刺入我胸腔 几乎是同时 一柄长枪 穿透了大神官的心脏 我艰难地抬起眼皮 看见了浑身是血的鹤川 她身后的大门破碎在地 整个人如同地狱 爬上来的恶鬼 见到我后 恶鬼模样的鹤川 突然红了眼眶 不要命似的 朝我这狂奔而来 她手忙脚乱地帮我解绑 抱着我跪在地上 拼命往我的伤口上 撒指血药 娘娘 陈来迟了 她手抖得厉害 一瓶药洒了我半身 可血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涌 我想劝她别徒劳了 可一张嘴便有鲜血 不断从喉间涌出 鹤川朝门外大吼 脚军医 快叫军医过来 她抱起我往外跑 嘴里不停说着 再撑一下娘娘 再撑一下 陈带您去找大夫 我清晰地感受到 身体温度在流失 四肢越来越沉 眼皮似有千万斤重 在赶到生命 就快到达终点时 抬起手用最后的力气 摸了摸鹤川的脸颊 小心 怒从 费尽周折 失去青桃都没能送出的信 此刻我终于亲口 说给了鹤川听 曾意气风发 斩下敌军将领首级 仙衣怒马的少年将军啊 一定要活下去 失去意识前 我在赫川绝望的嘶喊中 听到了一声熟悉的电子音 开启灵魂保护机制 倒计时三秒后 宿主将脱离小世界 赫川视角 收到陆从要送娘娘去南蛮 换沈田的消息后 我二话没说拿起虎符 就火急火燎去调兵 军师拦住我 说这八成是陆从的阴谋 阴谋又怎样 有娘娘的安危重要吗 军师急了 倘若这是娘娘与摄政王联合设的局 就为了夺宁兵权呢 我摇头 娘娘想要 会直接问我拿 不会这么大费周章 剩下的话我没说出口 九成九是陆从与南蛮王一起做的局 他想要兵权 拿娘娘做耳 可南蛮王此人生性阴险狡诈 我怎么能不管 千里奔袭 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就一步 就差那一步 我就能打掉那把匕首 我抓了几个南蛮工人逼问 他们战战兢兢描绘完 娘娘生前所受的苦难后 跟随我带兵打仗多年的副将 都气红了眼 工人说 南蛮贵族都喝了娘娘的血 还妄图吃她的心 这群畜生们 一个也别想活 抱着娘娘走出王宫后 我下令让十万大军 踏平南蛮王宫 活捉南蛮王 下属捉到南蛮王来秉食 娘娘已经换上干净的衣裳 安静地躺在兵关里 我让人把南蛮王绑到木桩上 在他手腕划两个口子 分出两个小兵守着 愈合了就再话一道 等血彻底流干 再把他心偷出来 喂狗 南蛮王痛哭流涕 哀声求疗到半夜 被不堪其扰的兵族 擅自割了舌头 我大赏了这名兵族 南蛮王已死 接下来就是陆从了 我领兵踏平南蛮的消息 很快传遍了大叶 陆从下旨 让我把娘娘带回去 他会给大百庆功宴 为我封侯拜相 我将圣旨丢进了火盆 召集来虎啸君各分部将领 告诉他们我要反陆从 怕死的赶紧滚蛋 无一人滚蛋 他们的妻儿老母 谁没受过娘娘的恩惠呢 虎啸君反来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京城 同时传过去的 还有娘娘身死难漫的小道消息 当初应受娘娘大恩 才败于陆从门下的几大谋士 听到消息连夜逃出攻奔往虎啸君 在看到娘娘的兵关后 他们悲痛万分之下 加入了虎啸君 从圣经跑出来的 还有沈田 看到她的一瞬间 我便拔出了刀 那些谋士说 陆从承诺沈太傅要立着女人为后 我还没找她算账呢 自己送上门来了 沈田在我拔刀的刹那跪下 她高举一摞信件 大喊着她与沈太傅势不两立 愿为娘娘报仇 沈田手中的 是陆从与南蛮王互通的信件 里头字字句句都在谋划 如何将娘娘利用到极致 助她登上地位 沈田与少帝陆玉青梅竹马 感情深厚一世 我早有耳闻 但她是怎么从陆从眼皮子底下跑出来的 我拔刀逼近 她身边突然献出几名护卫 将她团团围在中心 这是帝王专属的龙羽卫 我顺时明白 她为了什么而来 无所谓 只要与陆从为敌 便是我的盟友 暗装来信说 陆从已经听说娘娘去世的传言 但她不相信 反而在为娘娘勾结 我把谋士招入虎啸君之事 大发雷霆 也是 她本就极度自负 她最好一直别信 战士起了一月余 陆从终于在圣经坐不住了 她打着平反的旗号 亲自领兵前来与我对质 城门之下 她坐于高马上剑指苍穹 看起来好威风 我找了个与娘娘身心相仿的女子 换上娘娘的打扮 贴上江湖意识做的人皮面具 绑了手脚 挂于城墙上 陆从立刻慌了神 差点跌落高马 她用剑指着我怒吼 贺川你疯了吗 她是赵婉姨啊 我朝她笑了笑 掏出匕首 朝女子肩上藏了血囊的地方扎了一刀 鲜血喷涌出石 陆从终于失了理智 她迅速命人降了战旗 领兵回退石里 派了使臣来谈判 我列了份名录给使臣 让她回去告诉陆从 什么时候把名录上的人送来 我什么时候给娘娘智商 区区六名朝廷重臣 陆从居然犹豫了一天一夜 我只好忍痛摘下娘娘一根发簪 沾了血迹 让人家计送过去 陆从夜敲城门 亲自把人绑了送来 她眼睛红得欲滴出血来 把阿姐还我 我但笑 我说过 这几人只能换取给娘娘智商的机会 陆从暴怒 贺穿你这个忘恩负义 狼心狗肺的烟肿 你困在身宫人皆可欺的时候 是谁救的你 你怎可如此对她 我对上她赤红的双目 戏血讽她 都是薄情寡义的坏种 你又何必在这五十不孝百步 你为权势送娘娘去南蛮的时候 可想过你困在冷宫猪狗不如时 是谁救的你 陆从听完恼羞成怒地扑向我 还没挨到我的衣角 就被两名副将扔了出去 陆从送来的六名朝廷重臣 都是娘娘曾经出资出人情 为她拉拢的 可以说是陆从朝侵权也的六根顶柱 其中四位极力反对送娘娘去南蛮的 我带他们去娘娘关前祭拜 奉他们为座上宾 剩下两个支持送娘娘去南蛮的 我叫人抹了脖子挂成楼上了 此举掀起轩然大波 两日后 暗装来信说陆从的朝廷已人心涣散 许多大臣连夜投靠于少帝陆语麾下 瞧瞧 没有娘娘 你陆从算了什么东西 陆从在派使臣来要人时 我提出让他用沈泰富来换 这还是沈田的主意 沈田说 沈泰富这个浪得虚名的伪君子 杀其卖女 死不足惜 可陆从把他当个宝 或许他也知道这是他最后一张牌了 到胡孝君攻入圣经那日都不愿叫人 少帝陆语下旨捉拿反贼陆从 沈田夜闯神府 亲自给沈泰富灌了阵毒 陆从大势已去 士兵把他带来营仗时 我正在给娘娘上香 他看到娘娘的冰冠那一瞬间 发了风 他不管不顾地朝我撞过来 嘶吼着 赫川你这个畜生 你竟敢杀他 我要杀了你 护卫把他插倒在地 不能动弹 我上前一根根踩过他的手指 听了骨头断裂的声音 我突发起了善心 想跟他聊聊天 我用脚尖撵着他的趾骨 想问 你有没有想过 我向来对娘娘最忠心 为何会判 陆从朝我催了一口血 我擦掉他的脏血 你不是早就听过这个消息了吗 但你一直在自欺欺人 你不愿意相信 是因为你的贪慕权势 害得娘娘惨死一国 陆从眼中闪不惊恐 我不可置信 我与南蛮王签订了盟约的 他不可能伤害阿姐 我不禁笑出声 南蛮王 你知道娘娘怎么死的吗 南蛮王认为娘娘是神女 将娘娘绑着 放了两天两夜的 血供整个南蛮王组合 最后还妄图挖娘娘的心 陆从蹦人双眼 面旁变得扭曲 他呼吸很急促着 不停摇头说着 不可能 我决定善心发到底 我打开冰关 掀起娘娘的衣袖 让陆从也亲眼看看 娘娘血肉模糊的一双手 陆从呆滞地盯了 这双手好长时间 突然 他怪叫了一声 奋力朝娘娘扑去 侍卫没给他靠近冰关的机会 架他出了迎仗 他一句嘶吼叫喊 淒厉又绝望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胡小巨 我合上冰关 又燃了三根香 娘娘抱歉 让脏东西惊扰到您了 再次见到陆从 是在冷宫 沈田信守承诺 把曾经欺误过娘娘的沈太妃 关押于冷宫 我去亲自了结后 顺道去看看陆从 少帝仁慈 没要他的命 只是把他关回了 原本就属于他的地方 听说他在冷宫白日求神拜佛 夜里气血丝鸣 没过多久便疯了 又是一年秋 冷宫无人打扫 堆满了黄叶 陆从坐在台阶上看书 看上去并无异样 见我来 他露出惊喜的笑 贺川你什么时候回京的 他把我往屋里带 还给我倒了杯水 阿姐常跟我念叨你 他若知道你回来 肯定高兴坏了 你喝着茶 我去唤阿姐 他就会睡觉呢 陆从出去了小半个时辰 再回来时 身上的衣服皱一团 发迹东倒西歪 他无措的像个孩子 我寻不到阿姐了 贺川 你知道阿姐去哪了吗 他突然趴了下大腿 对对对 我忘了 阿姐在睡觉 在睡觉呢 陆从歉意的看向我 贺川 你等阿姐睡醒吧 我与他并坐了会 天气寒凉 他穿得单薄 伸出手开始哈气 我得去找些木炭 秋凉了 阿姐腿会疼 说着 他匆匆忙忙起身 又打算出门 我叫住他 朝他露出一个温和的笑 陆从 杨杨在哪间屋子睡觉呢 陆从想了许久 把冷宫的房间都指了一遍 最后指无可指了 他眼眶里慢慢溢出恐惧来 嘴唇念如着 不知道在念些什么 我追问 陆从你忘记了吗 他抱头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呲哇乱叫 你阿姐 被你亲手害死了 话音落地 陆从安静了小患 转而又撕心裂肺的 发出声长啸哀嚎 星红的眼睛里流出血泪来 我看了他这副模样 心中才生出一丝畅快来 罪魁祸首 怎么可以忘记痛苦呢 边塞今年黄沙漫漫 我学了处有泉水有鲜花的绿地 给娘娘修了墓 正月大雪纷飞 我带了壶热酒来到娘娘的墓前 其实前几日我才来过 可今日圣经传来了好消息 我迫不及待地想说与娘娘听 陆从死了 自杀身亡 信上说 他死前一月 神志突然清明 躲在屋子里日日给娘娘画像 画了娘娘入宫十年的各个时期 除夕夜里 他画完娘娘凤冠侠配的像后 用匕首划破了双腕 又一刀扎头胸腔 还是轻了 复兴者 该受千刀万剐 女主番外 再次听到陆从这个名字时 我刚上任川书局局长 被陪伴多年的系统私自救回后 我和系统受到了处罚 被发配去开了很多年的荒本 因为在荒本中找到了很多机遇 为局里源源不断地创收 我的官职越升越高 直到上个月老局长退休 我接替了他的位置 局里来了两个新来的小姑娘 这天一跨来我办公室找我 麻花变姑娘不知从哪儿找到了那本书 她向我请求 赵局 可以给陆从开个救赎计划吗 感觉结局她被作者降制了 她的一生好苦啊 我接过那本书 看着陆从两个字 有些恍惚 久远的窒息无力感涌上心头 我问她 知道我为什么对救赎反派的川书计划 审核异常严格吗 麻花变姑娘茫然地摇摇头 我将整本书送入了碎纸机 因为有些人生来就是不配被爱的 他们靠伪装骗取爱 再用爱换取更多的价值 满足他们无穷无尽的欲望 这类项目的存在 害死过很多同事 麻花变姑娘失落了说了句好吧 然后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我看向另一个麻花变姑娘 她长了双好看的信念 像极了我记忆中的一个女孩 她看我时的眼神闪烁着星光 我问她 你也想申请开救赎计划吗 她连忙摇头 脸颊升起两片红霞 我明天就要参加川书任务了 想来请教一下 如何才能像您从前一样 每次都能把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呢 思绪突然飘出去很远 在寿城开荒的漫长岁月里 我是怎么完美逃避每一次危险 漂亮完成任务的呢 两久 我轻拍了拍马尾姑娘的肩膀 透过她对许多年前 那个第一次川书的自己道 不入爱河 晚